等一下,拍賣的東西,點進去 好,這邊社群隨便點 你找,這都不可以隨便點 進去 標題上去 然後價格 全新或中國要進去 借據 然後商品內容 這都隨便點 這是點選到相機類別,才會有這個東西 正常是不會有這個東西的 你可能點到相機類別,才會這樣 這邊我設定了 幾乎都 既然他點的話,就差不多這樣 最基本的 超商啊 因為我這個東西有超商取貨 所以說他一定要捲捲超商 然後 圖片上去也都上去了 然後這個 因為雅虎拍賣要判斷很多個 在這邊再點選 在這邊再點選 看管理商品,這邊有一個點選 最新上架的 這邊按複製 然後改回競標,這邊要改為競標商品 好 競標的時候 到時候 我會給你後面標題要更改 就是他的標題 競標標題不能跟直購的標題是一模一樣的 競標的話 體標不要按8199 就是當初看這個價格 然後這邊都不用理他 拉到最下面 因為這都是造舊的 他就複製造舊 好 這是他那邊點 然後競標最關鍵的點是什麼 時間 最關鍵啊 切記要時間 第一個先按兩天 然後再重新刊登 商品管理這邊 又回去 最新刊登這邊 競標這邊 有看到競標 然後這關鍵是什麼 6天 標題又不同 標題不能跟前面相同 雅虎拍賣必須標題要不同 再繼續看燈 然後這個時候 他標題不同這邊也可以看 這都可以變成導師 導師說他標題不同 或是dash5 dash6 這樣 然後你要記得看到 這個內容 就是不能 文字不能超過 然後最下面 剛剛是6天 現在是10天 基本上 Yahoo刊登的話 以 直購一個 然後競標 最主要是兩天為主 然後第6天 第6天 第9天呢 要看我 到時候會跟你講 他會出來是這樣 競標為最麻煩 目前都有講 互拍賣的結構 對 那實際上就是這樣 那最關鍵就是標題 千萬記得 標題一定要完全都不同 他實際上這樣